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根据调查包括统促党就借由三个管道 包括公庙 还有党派以及台商 来做一些地方街头的渗透 带你来看这些报道 荣和谷镇还有八家奖 这是统促党宗教宣传片 深入公庙文化张安乐更带头示范 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晚安 赐助出席公庙活动不是白狼爱跑滑 扎根公庙是统促党的经营重点之一 在台湾却庆祝中国国际球团体表示 纯粹只是接case 报道完之后才说 这是那个才看到说 统促党的这类的所要造势的活动 镇头方面是属于主要中立 不管哪边受邀 我们都是属于表演的性质这样子 游行和地方经营都找公庙 助脚深入中南部 还成立天师党部以佛道教为主 积极参与庙与主委选举 被收拾的网品中 家里旧式开公庙被当成据点 借由最本土的文化 影响对政治没概念的年轻时代 一方面收容台湾基层的人心 二方面去阻挠骚扰台湾的 中央执政的动作 看得出来统促党的一个策略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公庙 要去中国回乡业主 这些宗教活动 中国的宗教部 中国宗教部是打压自己的宗教 他用宗教在捧战台湾的宗教界 除了公庙 统促党也和黑道维持关系 在组织动员上建立粘密管道 而这两个管道都有锁定 设施卫生年轻人的动机 从地方开始软土深掘 统促党利用本土文化 企图达成政治目的 三层派建华 谢孟哲 台北报道 好 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来源 就是上报 那么来报道了 这是在半岛电视台 在六号报道揭露 就是说中国的资金渗透 同派团体当中的 比如爱国同心会 而中国政权试图 透过这样的渗透来影响台湾 而其中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这统促会的成员 其实是知道 他就说 爱国同心会 一直付钱给参与活动的人士 而爱国同心会的领袖 张秀业更向卧底的成员透露 自己知道接受中国资金是违法 但即使如此 还是接受中国的资助 瑞德哥 这是不是蛮讽刺的 就是其实在中国 是没有什么言论自由的 更不要说宗教自由 事实上媒体 那么国外的媒体 他采取这个所谓的 卧底采访的方式 当然他卧底采访 我相信他应该自己本身有收政 有相关的 是不是有录音录影党等等 我们尊重他的采访自由 因为卧底采访 也是一种采访的方式 那么至于说 在讲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怎么样 爱国同心会 其实在台湾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那为什么呢 我在大概快二十几年前 跑新闻 一二十年前 我们跑新闻的时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其实本来周庆俊 在这个西宁南路 这个地方租房子 那么我印象深刻的原因 是因为 万华分局去抄 抄他上面经营赌场 你知道吗 那他那时候被抄到 经营赌场的时候 他的解释是说 他把这个上面的 租给文康市 租给相关的人员 一些港澳的人士 那他要补贴家 补贴包括他的家用 包括他的活动等等 那就因为这样被警方 抄在上面经营赌场 而且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包括港澳 包括台湾 包括一大堆人这样子 那么爱国同心会 他自己本身 一直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朝向比较痛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尤其是当年 你还记得 柯文哲刚上任的时候 劈里啪啦的新一分局长 因为不堪他的这个 等于说威胁 所以后来 我干脆挂罐球去 不干了 有没有 还记得李德威的故事吗 那么当时就是因为 爱国同心会 在101卯上了这个法轮功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其实啊 你在台湾要支持这个同派 我们没有意见 在台湾是一个非常这个 民主自由多元化的 也能自由保障的一个国家 但是 我每次都觉得 在台湾 越来越多的相关的五星旗 宣传车啦 然后 越来越多这样子的 好像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好像有一点 我不能说纵容啦 就是尊重台国 尊重他们啦 你知道吗 太过纵容他们了 那么也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他们后面的这个相关的精源 就好像我们会怀疑 包括这个统促党 他们后面到底 他们金钱的来源 是什么一样 当然统促党现在 相关检调单位正在侦办 那么我觉得很简单 只要你是 因为你不能 我们虽然尊重言论自由 但你不能横越了 跨越了国安的这个体系 只要是有可能 你的资金来自于中国 中国当然不会那么笨 他绝对不会 这个国台办 还是国安单位 直接跟你 把钱在公开的情况之下 搬给你 还写个借句等等 他们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交付这个款项 如果台湾的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个人 你收受了中国的任何 一毛钱的好处 资助在台湾城市 这种政治的活动 你就是违法 那不管你是谁 没有 这跟言论自由没有关系 因为这已经变成颠覆了 这个已经变成是叛国行为了 那我也在这里呼吁 包括我们的国安法 一定要赶快修正 为什么呢 太轻太轻了 负责要颠覆台湾政权 然后呢 在台湾吸收这么多的人 成为出卖国家的 这些细胞的郑小江 竟然只判了四年有期徒刑 之前去年还在谈他假设 人家现在已经出去了 出狱了 只能把他提出 那个人家去除出境了 那台湾还有几个郑小江 保守估计 竟然说超过五千个以上的 相关的 有可能潜伏 真渗透在台湾的 所以呢 像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不容许 更不容许有人 假借政党合法的名义 从事黑道恐恶的行为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许的 尤其在现在马上 剩下七八十天 就要选举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警政署会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立刻召开所谓的 选前自安扫黑行动 一定要让这些人知道 你们如果是单纯 那么叙述你们的政治主张 你们要统一啊 你们要干什么 这我没有意见 但是如果你们背后的 那个钱那只手 是中共的话呢 人人得而助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篇的报道当中 就半导电视台里面 采访到这个爱国同心会的成员 就直接讲啊 他知道中国的资助 是违法有问题的 但是还是要照样拿 所以委员 这是不是就是有漏洞 我看今天报上是说 政院推的国安法修法 会重罚违法来台的中资 但是比如说像这个爱国同心会 或者我们现在已经 检调在调查的 这个所谓的统促党 统促党里面的成员也讲啊 就是甚至于成员就爆料说 张安乐是用粉饰的方式 来掩饰黑道的行为 这些如果还有中国的资金 在里面的时候 那就很危险了 其实你去看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 你很难去想象说 用一个外围的组织 然后接收别的国家的资金 然后去颠覆 企图颠覆自己的一个政府的 全世界你很难去想象得到 在台湾有一个很特殊的 一个地方就是说 对外我们有中国的一个打压 那对内我们竟然有一些人是 在国际上打压我们的人 他一面一方面在国外打压 另外一方面就在国内 就给钱 给这个钱要干什么 他如果是说他 促成了一个政党的一个轮替 那我们没有意见 台湾的政党轮来轮去 谁执政我们就没有意见 但是如果是把整个国家给颠覆掉的 就是说到最后变成是中国的 那这个问题就是严重了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 这个台湾我们本来集会跟结社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 但这个价值如果有一天 是连我一群黑帮的人 我到最后我都可以接收 中国那边的一个资金 就老共的资金就这样子 接收到老共的资金以后 然后呢 我五星期我拿出来 然后呢 我就一大天 北家庄跟账账 一些罗古典跟账账 我每次看到那种发明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你不是骗你的三个小孩 不是罗古镇出来 八家就这样出来 在非你开廟 我又经营一个廟 大家都在廟在那里 收田 说来就收田 这就有可能 不然出来 都在钱 你这是在冲什么 第一个钱是从哪里来 然后第二个你的目的 到底是要干什么 那么一群人出来以后 我们讲说统促党好了 多少人谈到统促党的时候 有人会有一点怕怕的 一般名嘴或者一般民众 讲到统促党 不要说我的名字 为什么 黑帮嘛 漂白嘛 接着政党来漂白嘛 谁不知道 那你说任何台湾可以结社 台湾可以组政党 但是你这个政党里面 你如果纯粹的是说我有政纲 我认为怎么样是好的 民众来争取民众的认同 这个都叫言论自由 这个也是结社的一个自由 但是你不能站出来 一群人就是说 哎呦 我们是乞的 那个黑的 那是害怕的 我们等等 那个政 等等等 那个拍处 如果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威吓性 然后金钱的一个来源 是从老共那个地方来 不好意思喔 这个政府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个借路喔 对外在打压我们自己国家的 然后在队内在搞这种抗争活动的 接收的钱 这一些被扶植起来的金钱的来源 是从对面的一个老共 那我认为这种事情不能去小看它 但是我觉得长期在这段期 我看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每一次看到在台北的一个街头 或者其他的地方在抗争的是拿着五星旗的 那这些人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我并不认为他们那么喜欢奈面棋子 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是 你也觉得他们是拿钱办事吗 第一个拿钱办事 第二个有一种心态就是 你是要跟他干什么 我老板的老板 阿公了 五粒青 那你几粒而已 五星的叫做上将 中国力量现在全世界多大 你知道吗 那叫做要哈死人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民众只要以后碰到五星旗的 或者民众看到说 这些统派在抗议的 你也不用怕习 该有暴力的部分 警察局检调单位 你必须要去做一个介入 但是对民众来讲 如果影响到民众一般的 居家的一个安宁 警察机关 你马上就要做一个介入 但是 不管你是要 你要追求通过的人 还是你要追求什么 很多人 国内很多人独派 他觉得我需要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个是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论述 你可以去讨厌他 可是他一直在争取认同 可是你这个统派的一个团体 或者说你说爱国同心会 你现在还要提报说 我爱你的钱就由中国会并来 你不会满意吗 当人家的走狗 然后去破坏我们整个国家 这如何来吸取民众的一个认同呢 然后走出来的 大家这样打开 拍到会死 真的后面真的有几颗星星 红色的就可以走入这个样子吗 这个我一直在 我每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有很大的一个感慨 所以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是说 政府感情都没报 如果我们在立法案区制定一个法令的话 马上会受到舆论的一个批评 就是你看言论上的一个倒退 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可是呢 民众的容忍度到底到哪里 我们警察机关现在很难执法 你叫他怎么去执法 你在执法 五星期一旦走出来之后 你说你要他去取决 他说言论自由 之前才要提一个案子 立刻就被反扑吗 但是我们来看到是 义富哥 我们如果说就这一篇报道 卧底的这样的记者 调查出来的是跟爱国同心会 或跟统促党有关 但事实上对岸中国 在做台湾的统战 是有三大的所谓的组织 海外组织叫做 是统促会 他不是统促 他叫统促会 还有就是 有联会跟学生会 这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我想统促会 其实统促会是 全名叫做 中国和平统一出境会 现任的会长是余政森 大家都应该知道 就是前政协主席 副会长是谁 孙春兰 现任国副总理 所以你看出来他的机构是什么 所以你看那个 当然美国的报告里面来说 但是我从我们看 2017年10月5号 我们侨委会跟立法院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报告 就有特别谈到统促会的问题 他是说到说 我们的统促会 其实统促会在海外有很多分会 他是用亚太地区的各个的分会 进来台湾 跟我们的 里面国内的 反独促统的一些团体在接触 那乔委会当时提给立法院的报告里面 提到的统促会的目的 以乔促冠 以乔组 以伤为政 以伤逼政 他上面就写到这么多的东西 他也把它列为说 是一个大陆扩充在海外等等机构里面 去担任统战的一个部门 你看看那个 我刚才讲的会长或是副会长 你看他们的层级之高 所以他是一个 坦白说一句话 他虽然非是官方的层级 但是你看得出来 余政森好歹也当过常委政协主席的人 去担任那个会长 他的副会长还是一个副总理而已 你就看得出来 他的目的 其实他在海外的时候 对我们的桥社 是很努力的 就是说他一直在分化我们的桥社 他当然是一个统战团体 没有错 连我们桥委会都非常关切这一个单位 至于说另外一个我们说的有联会 他的全名叫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 他是1984年成立的 其实最有趣的说为什么会把它列在一个统战单位 你知道他的这个会的副会长 其实是解放军统战部的联络部里面派出来的 每次他的副会长一定是统战部的人 所以他在海外里面所有的机构里面 所以被列为一个说会去利用各个组织去收集情报 他本身就是统战部的 他本身就是解放军总政战部的人 副会长 所以这一个单位 其实某种程度上被列为 他是一个勤修单位跟统战部门 那联络部以前的工作名词叫什么 他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做敌情征收部 然后又曾经改名过叫做敌军工作部 所以你看得出来 这个单位到底是在做什么 当然也是遍布了大概美国 亚太地区等等都有 那学生会 学生会其实蛮复杂的 学生会他的全名叫做中国学生学者联络会 他光在美国有150个 还不算欧洲 还不算其他国家 非洲什么他都有分会 其实在2011几年的时候 美国的联邦 他的调查局里面的一份机密档案里面 就提到2005年的时候 比利时一所大学 那所大学非常有名 叫做鲁文大学 他们比利时发生了一个间谍案 这个间谍案是在鲁文大学的一个学者 他是属于这个学会的 而且被确认是间谍案 其实学生会你上网去查很多资料 其实很多的相关报道都有 其实并不是美国这一次提出来 你去看那个澳洲 澳洲有揭露他们很多的东西 那包括说他们的分会里面在网站上面 就很明确地讲到说 他们是中共领事馆支持 不然就是接受领事馆的指导 那你譬如说他们在芝加哥里面 就曾经发生过 他们去查证发生过 其实学生会的职员 是中共领事馆聘好交给 那个学生会在用 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川普连跟大老板见面 都会讲说 这些学生都是共谍的成分在里面 对 所以他们就是会跟大使馆联络 他们会做什么事 其实你说他们会做什么太了不起的事 其实也还好 他们被定义为叫什么 低阶间谍工作 其实低阶间谍工作 这大部分就是做一般的勤收 还有一件事就是监督他们自己的学生 自己人都自己人监控 他们还担负说监督他们在海外的学生 所以像这一份的美国报告 就会告诉大家 其实中国在全世界的统战 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而他们类似有点肩负的 所谓间谍的工作在里面 但是回到台湾 其实大家想讲的就是 明凤姐 剩下75天就要投票了 其实大家比较怕的是说 中国在透过这种资金 或者是一些组织渗透之后 影响到台湾的选举 我觉得今天台湾很多奇怪的网站 跟奇怪的新闻 其实背后是谁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怀疑 只是说现在中共对台湾的 这整个操作方向 是比较细腻的 比如说你说统促党 你抓他这个暴力行为 是OK的 因为他不管你的资金是从哪里来 反正你在公共的地区 做这个暴力行为 本来就要被抓 但是你说他的钱 直接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或是中国政府 这你好像又觉得是 但是你觉得应该是 但是问题是 你又抓不到证据 因为它很简单 它不是说直接中国政府 或是直接共产党拨款给他 它一定是他特许 他一个在大陆一个特许的行业 比如说这个白狼 他们做那个什么安全帽 或是有关于相关的产业 这是要特许的 特许的意思是说 中共准许你做这个行业 你才可以做 所以你就变独门生意了 独门生意就赚很多钱 那赚很多钱 到底属于中国共产党给你的钱 还是你自己的钱 拿回来台湾做这个选举 这有点灰色地带 那如果说你是自己 你如果人家说 你是拿到中共的钱 可是他如果是我赚的 可是我赚如果没有中共特许 你也赚不到这笔钱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点 这个灰色地带 那我觉得这批半岛电视台 提到的是 我们在西门町 那些用五星旗占据的地方 为什么 或者是在101大厦 长期用这个 用五星旗占据的地方 为什么不能取地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土地 每次观看已经要101 看来都是五星旗 然后就包围在那里 然后西门町那一块也是一样 这个在美国一样 如果你在美国某个地区 插满中国的国旗 然后包围一个土地 长期占领 你一样被驱赶 但是我们为什么 都没有办法对这些人动手 这个东西就是 而且言论自由 对 这不叫言论自由 这个就是实质的 占领这些实质 但是言论自由的部分是这样 虽然中共有非常多的管道 譬如说他除了这个白兰 白兰也是一种台商之一 那就间接叫台商捐助 他们所要捐助的人 那这个当然平常都抓不到 但是说言论自由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要一种防范 就是说这个防范他们是 要有非常多的力气 因为他们通常制造假新闻 那如果你通常给他 安葬言论自由的话 恐怕也会妨碍到 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 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 言论自由的国家 所以在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 这个好像要高容忍 这样子对方的这个 不过我觉得就说 这个我对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民 或是这个选民 还是有信心的 你做久了 大家会是知道 你是什么背景的 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么被删获 但是长期用五星旗去占据 我们国土的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取缔 否则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因为你这百年 这个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接受 你用别国的国旗 然后去占领我们某一个地区 所以我不晓得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为什么到现在 尤其是柯P 上任已经四年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把这些人这个做一个清理 把这个场地清出来 我觉得你看 这个每次站在那里 如果一有事情 独派去那边的话 就会变叫嚣 然后就对峙 就影响那边的治安 我觉得它已经影响到治安了 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这个领土的完整 我觉得这个要取缔的 好 罗言 但是我们刚刚除了讲的说 利用言论自由这样一个漏洞之外 其实场景最关注的还是就是中国的资金 透过方方面面变成是用钱控制住台湾 或渗透住台湾 所以如果说现在国安法修法 把一些违法的资金来台湾的部分 予以重罚 到底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本来我们现行的国安法里面 就已经有规定是说 假如你是拿中共的资金 在台湾发展组织 或是窃取一些机密文件的话 这个本来就违反了国安法 就要去判刑 那刚明镕谈到的没有错 你如何证明说统促场所用的资金 是从中国大陆来 因为大家想说 我们怀疑 怀疑 怀疑 可是因为张安乐他本身在中国大陆 他有很多企业 所以他到底他的资金 到底怎么来的 你也无从查起 你也没有办法 毕竟台湾是一个讲求华丽的一个国家 你除了你有直接证据 否则你也不能去抓他 可是我们不解的是说 统促场 当然很多人讲说 他是用他这个党在隐盖 他的一个黑道的背景 那他假如说是 在一些场合他有叫嚣 他有违反公共秩序 他有一些暴力的情维 那你就可以去抓他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政府 为什么不去抓呢 那个根本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你根本不要再把这个责任 推给说 统促场都跟国民党很好 那你们就抓 事实上我要讲的是这样 就是说 中共他一直要渗透台湾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 他可以在每一年寒暑假 他可以免费提供给我们 台湾的那些什么小学 中学 他们现在好像深入到幼稚圆剧 文化交流 所谓文化交流 免费 包括机票什么吃住什么 都给你 帮你去大陆去那边观光 去那边给你做专题 演讲给你那个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所谓的一个洗脑 那个好像就是在统战你 那我们想 这个能够统战多少人 你看同处党他成立那么多年 他现在他目前号称 他的党员三万人 我们台湾有两千一百万人 他这几十年来的经营 几十年来剩下 只过是三万人 那大陆他花了那么多的心思 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甚至他以前他也是 大家都说 国民党是不是中共的代言人 中共是不是也想控制国民党 可是也是花了几十年功 也是没办法 因为国民党的最大底线就讲 就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对不对 就是根本他觉得不可能 可是现在谁最有可能 其实他不需要花那么多心思 去弄什么统处长 去弄那个 他弄了一个柯文哲就可以了 其实中共军方 他那个强硬派 用来劣解台湾的政党了 最好的工具就是柯文哲 对不对 他没有中心思想 他也没有任何的核心价值 最好控制嘛 对 那些 而且追随他的人更多 新闻丁的卖国同心会 就可以不用查了 其实对 他追随他的人更多嘛 而且他2020年 可以也要问点我们的总统大位 对不对 那你看他 你看国民党敢讲两岸一家亲吗 民进党或是谁的一些人 国民党敢很公然的 你说好 当然有人讲说 是不是我们好农兵 或什么他们去 可是对国民党的整个党 党主席讲话算嘛 你说下来的话 当然不算 民进党有很多人到中国大陆去喊说 哎呀 我们看到祖国繁荣进步啊 感动的眼泪都要留下来啊 对不对 那种私下的行为 或者说 你到中国大陆去 人家说 头顶人的天啊 手顶人的爹啊 有些讲话 讲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嘛 可是你今天 国民党的那个 那个 无论意义定调就是什么 就是一中个表嘛 所以大家在讲说 哎呀 中共不喜欢他嘛 那所以说 大家现在在讲 啊 中共 他用这个统促党 来圣斗台湾 来窃取台湾的机密 其实我感觉阿公也没这么说啦 阿公要探用你台湾的机密 你知道 那现在我们现在政府机关 用阿公的设备 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国安局 跟我们的大河局啦 那华为 华为公司 人家国外都不用啊 我们台湾用了很多啊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我们 我们那个那个什么 基地台啊 基地台现在谁在维修 还是阿公 阿公才在维修啊 他要偷确听你的机密 放一节目嘛 城市在里面 他给你整个什么城市啊 给你重点什么 给你接一条线啊 他远近你的监控你 还会用到统促党嘛 那我是觉得说 今天假如半岛 半岛 那个电视台报告 这样一个新闻出来 那半岛 他是不是他有握友 握友 还是他讲说 那个什么统促党负责 什么张秀 张秀 爱国同心会的 爱国同心会 他自己爆出来 他自己爆出来说 他的钱 是从中共来 那你就把他抓去问啦 对 赶快查 你就把他抓去问 抓来查啦 所以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大家不要说 一直 尤其是 尤其是这是民进党 卸责的 卸责的一个 都是统促党他们在贴以继命 所以你现在 你现在政府机关里面 你多少的设备 你多少的电器用品 那个通信的设备 都是用法委公司的嘛 这个是以前 四五年前我在立法院 我都已经讲出来了嘛 那你现在你民进党 为什么不去改呢 为什么不去抓呢 所以不要说用一个 如果就罗伟元的说法是 这个会不会又是民进党 一个卸责的方式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言论自由 绝对不是可以让你 随便无限上纲的 比如说像 这个最新的讯息 就是这一名男子 女性男子 他呢 在网路上 po了这个流水席的画面 现在被移送 而这个画面 不是真的在彰化的园林 而是来自其他地方 而这个是违反了法令的哦 我们休息一下 关会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前提醒台湾 这个言论自由 大家不要以为躲在键盘后面 那么就抓不到 然后就常常这个无地放食 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 现在来看这一段影片 等一下稍后 新闻会让大家看到 就是去上个月 15号的时候 刚好专化淹水了 就有一名女性男子呢 就破了这个画面 说我们抓到了 这个流水席 真的是流水席啊 因为水里面吃 真是如此吗 当初大家还跟着一起疯传 但现在确定 这个画面 根本就不是彰化的园林 是来自中国 带来看这段报道 一群人 站在板斗的红色板凳上 有人举着手 撑着帆布 正时脚下的淹水 稀里哗啦的 一直往旁边流 而且几乎淹到 凳子的一半高 短短13秒的影片 被抛上网路 还写着 在园林架杠的流水席 因为最近园林地区 大淹水 不少人还真的相信了 但县府出面澄清 在影片中 所出现的 所使用的纸杯 或是说 也有在地上的灯笼 都不是属于台湾的形式 县府强调 淹水都是在下午 但影片 却是在大白天 而且还是使用 中国大陆的软体编辑 有足够的理由认定 影片地点 是在中国 不在台湾 但是讲到了扮动 南台湾的扮动文化 真的是一个比 一个还霸气 别怀疑 喜宴甜点 是一人一桶冰淇淋 超级澎湃 连水果也不吝啬 一层一层 往上叠 摆盘起来超大气 还有这个 乌鱼子不是切小片 直接一人一大块 视觉满分 味觉也满足 就连帝王蟹 也翻上桌 诚意十足 只是没想到 出名的扮动文化 却被网友 和最近的下雨 画上了等号 误会淹水流水席 是在台湾 散新闻 举出为方船的章话 采访报道 我们专会员 也是律师 现在告诉大家 就是 这真的是 网络上的东西 你不要不知道来源 就真的乱传 现在这一位 女性男子 听说要送办 他说 他都腿软 说我不敢了 那违反的就是 这个社会秩序 维护法对不对 你怎么来看这个案例 其实我会觉得 像台湾社会 最近的一个社群 太多太流行 不管是透过line 或者透过脸书 尤其是公众人物 或者名义代表 你动不动就有人 就发一个给你 你再问他 我线上 现在比如有人发给我 我就会问他说 你的意思是干嘛 这太恐怖了 或者说 你看太无能了 我说你这个哪里来的 就点了 现在变成 你把他讲几次以后 他会觉得说 好像你跟他 你就没有去回应他 他现在来说 请问委员 这个是真的吗 我说你是在搖 你就在散播 透过在问说 是不是真的 就是一个散播的方式 他就这样的一个方式 理论上他就跟你讲说 人家是要问 那真的假的而已 你像这个 把整个板凳 就跟他讲说 你看喔 政府多无能 连我们吃一个切糙 就这样就没得好好吃 下面都在吃水 所以其实 我觉得这个景象 也很难去想象 看起来这些人 你说他很痛苦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他们有点开心 觉得挺有趣的 我觉得他们觉得也很有趣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站着 你照理说 你如果像我说 就真的都落后了 没得到吃 太小的不要吃 你像一个地方 不得对 那好像是刻意 赶快拍起来 赶快拍起来 还好这个不是在台湾 所以说这个心态 这本身就非常可疑 那一般的民众会 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说 哎呦 太好了 怎么会传出去 他可能会觉得好玩 可是这个几年前 你可以讲说是好玩 可是现在在台湾 充斥这么多的一个 假消息跟假新闻的时候 你再去传这个 你不是叫手机了 你叫个吊底了 你这个叫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被警察去把他逮出来 以后说 哎呦 什么什么 吓得推卵 他说他不敢了 不敢了也就是说 你明明就知道说 那个不是在某个地方 这样比如说 就是恶意传播吗 当然是恶意传播 恶意传播 他的意思是要干什么 政府我都认为是可以批评的 你也可以去攻击政府 去批评政府 但是说话要公道 只要有恶意 是你跟他批评 你政府的做不好 你能够要求政府做好 你是怎么政府抵水抵不好 让我们吃一饭 核框水都来喝水 你这个来骂政府 如果事实我觉得都很公道 可是你把 故意去把他无中生有 甚至于把别的国家的 你把他弄到台湾来 那就糟糕了 为什么要唯恐天下不乱 这涉及到台湾 人心的一个纷扰 也许有政党之间的一个斗争 也许你不满时政 但问题是说 只要涉及到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的安宁 是大家的 你到底要把他扒扒 要把他冲的派 把他冲的 你觉得自己感觉很糟糕 这个就很糟糕了 你像譬如说 我们常常去 在这一次的风灾里面 看到总统去看灾的 像那个装甲车那一幕 总统看到人就 人家在跟他打招呼 他也去跟他打个招呼 本来就合理 我记得我上次在这边 我讲得很清楚 如果厨甲车你有一天做得很大 别说做得很重 你做得到行政医院 我刚才跟你说 哎呦厨甲车 我给你按一个手 你还不用给我按一个手 甚至于你总要给我微笑一下 我给他唱 你不能给他闭一个面 我现在知道 所以我不能给他唱 我给他闭一个面 你看 也不应该这样子啊 拍下来 你就刻意把那个 另外一个人把他截掉 这个图截掉 你这个用意在干什么地方 在要干什么 就是要制造社会的纷乱 就会觉得说 你看 总统到这个地方水灾的时候 他在那里 哪里在山西哦 你要制造这样的一个氛围嘛 所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 我觉得那个人 叫手劲的人 他好像要引起话题 好像会觉得说 这个社会太平静不好 一定要在灾难来的时候 引起一下斗争 丢一张图片 你看那两个党啊 电视争论节目 马上在那边斗来斗去 好好玩哦 你在嘻笑咧 好好玩 这个弄到最后 哎 这社会是大家的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不管你是哪一党 哪一派 说事情要说道啊 你像比如说 我们在野的时候 我记得我上一届进去 我们还在野啊 共产党 也是给你感动 也是给你骂 但重点是 说的是要讲道啊 你不能无中生有啊 现在我们执政了 我们可以讲说 都不能骂吗 也不行 根据事实来 回应罗伟源刚才跟我说 哎呦 你看看 我们这个政府 够很久了 都在往发话的 我要跟罗伟源说 你说的都 你在做立委时代的事情 应该如果要跟他说的时候 我做时要跟他说 那就是你妈要求时代 你们八岁里面 你们不好去感动 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 第一个 我们到国外外交委员会 我们第一个要求禁止的 就是罚伟 我们也在立法院做成决议 但是你现在 你以前国民党时代 有记得现在还是在用啊 我跟你说嘛 现在还是在用啊 人们现在跟你说 第一个 如果现在还在用啊 就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 你国民党时代 你真的很好 去冲这个阿公的东西来 你们以前做立委 感动不好使 第二个 你说现在还在用吗 这个要有证据啊 我们在国外外交委员会 做成决议啊 就是说我要返到国家安全 你现在就没做立委 不是嘛 你今天在这边讲话 已经讲了太多的 那种没有负证据的 有改吗 你就画上一个问号而已嘛 你看 我以前在 罗伟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以前在做立委的时 那妈的旧时代 都用阿公的东西 你们民党都现在有改吗 你们一马国民党不对 什么现在干掉 不对 任何批评 我觉得都可以 但要功德 要有证据 譬如说 你现在指控说 民进党现在执政 都用老共的华为的 你附上证据来 来 你不用叫 我来替你叫 这样不对 所以我反而 这种假新闻假证据 没有附证据的 会扰乱社会 好 大家让罗伟委员继续回应 但是像现在政治人物就是这样 比如说像刚刚 中央委员特别点到就是 很多人认为 现在躲在键盘背后 那么讲这些不负责任的话 没有关系 明明知道错了 也觉得无所谓 但现在不行哦 是会有法律责任的 那么身为国民党的党主席的 夫人蔡令仪 在丁守中的活动上面的时候 她说老天有眼 但是她现在换到另外一个是 高斯伯的辅选行程 所以她说 我不是讲老天有眼 我是讲老天打脸 到底是老天有眼 还老天打脸 我们把录影带调出来 大家看一下 吴敦义夫人蔡令仪 浮选爬爬走 来到823浙水灾的台南 就怕相亲不谅解 主动提当时为何会说 淹水老天有眼 说老天打脸被扭曲成老天有眼 有影片有真相 原因重现 老天有眼 耳朵没坏都能分辨 这么巧蔡令仪刚好又穿跟讲错话 那天一模一样的洋装 继续讲错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够再硬 我觉得蔡令仪女士应该给 居民一个真诚的道歉 再听一次 恐怕是蔡令仪扭曲了蔡令仪 老天有眼 老天打脸 在你新闻 综合报道 好来 宜坤年轻人 年轻人 耳朵比较好 他到底怎么讲的 我可能刚刚我都没有听错吧 应该都是老天有眼 重复了三次 我都听到的是老天有眼 可能蔡令仪她的时空背景又转换了 她又觉得说 她讲的是老天打脸 其实不要这么硬拗 其实讲错话 我们大家都可以体谅 你其实政治上 我们有时候在受到采访 包括我们 可能教授采访 有时候会语误 那不好意思跟人家说 不好意思我口误了 何必一直印啊 道个歉就好 对啊 为什么不能道歉 所以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吴敦毅 吴主席太疼老婆了 所以说导致这个老婆 已经习惯性说 她只要东西 只要她要的 她都可以印啊 就是我们所谓讲小女 女孩子 公主病出现了 这个可能是贵妃病 或者是王妃病 我不知道 但是就整个东西 其实她错了就是错了 所以就连吴主席 她之前在讲的 海豚会转弯这件事 已经被人家打了这么久了 她后面还不是一样 又是没道歉 又硬拗 习惯性硬拗 所以他们两公婆 从以前 之前你们记不记得 蔡总统在选 2012的时候 雨昌案 她说人家A了一亿多 那时候大家都 一直攻击她 可是她还是一直硬拗 那结果呢 证明她并没有这样子的时候 她有道歉吗 所以国民党从吴主席到现在 他们做了任何决定 他们从国到尾都没有觉得自己是错的 他无论是在讲说 我们水灾 老天有眼 老天打脸 到现在 他还是一直在帮他老婆做解释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吴主席 是在帮他老婆做助选 还是在帮国民党助选 你看现在连王金平 人家都现在都传 王金平在出手 不是吴主席 你们现在 国民党到底有几个太阳 我都搞不清楚 新北市有朱立伦 那还有台北 还有我们台北市有马英九 那我们党中央的吴主席 现在南部 中南部要靠我们王金平 真的是国民党好多的太阳 我怕是三颗太阳之后 要出现第四颗嘛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跟我们讨论 欢迎回到前景新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南部在淹水的时候 国民党的主席 吴敦义的夫人蔡令仪 在当时呢 帮8月28号帮丁守中服选 他就直接讲了嘛 刚刚也原因重现 让大家听到 那个时候他就是说 老天有眼 打脸民进党 但隔天呢 被媒体遇到 他们夫妻 8月30号 他们夫妻一起同台的时候 蔡令仪还说 我是在替百姓教区 那如果是这样就不要改口啊 为什么9月7号去台南 帮高斯伯的时候 难道是说来到了台南 就可以换一个说法 说是老天打脸吗 我想问的是 敏凤姐 你听到他这一连串的过程跟转折 这对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 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 到台南就变成是打脸了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傻眼啊 就是说 你明明就是讲老天有眼嘛 你把大家都觉得没洗耳朵吗 这很奇怪 你这个本来你说错了 你就好好道个歉 像陈建仁副总统 不是自己出来亲自道歉吗 从他道歉之后的哪一天 有人再继续骂他吗 完全没有嘛 就是说 这些人物不可能说 我完全讲话 百分之百都对嘛 像我们这个庄律师 对不对 口才遍及 他偶尔也会说错 有吗 还是都没有 对 有些说话真的太快 对啊 那你就出来说 不好意思 我那天说不对就好了 就没问题啊 但是你又硬哦 然后这还在这个群众场上 讲说 打脸 两个字打脸 然后强调的这么重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 越来越扣分啊 没有用嘛 因为你 大家觉得说 你当时这个灾害的东西 你可能也不是无心的 你可能对高雄市民 也没有那么坏 虽然你在高雄市 大家觉得 用选票把你赶走 以后你可能有点不满 但是呢 也不至于说要诅咒这个灾民 什么要怎么样 老天有也要报复你们之类的 所以就可以 就说明明就是一个失言 失言 可是问题是 你隔天 隔两天 在那个庙里 或者其他行程 被堵到的时候 这个吴敦一就跳出来 用这个为父太太 至极啊 没有错 都是民党的错 然后都是这个 你们听错 怎样 我告诉你这个反而对吴敦一 非常非常的大伤 因为吴敦一在这场选举里头 已经对民国民党 没有什么加分了 那你自己的太太 还在这个场合里面 帮这个选情推一把 把它推倒一点 那你自己又不回来 收食残局 然后应该凹 说都是打脸 老天打脸 那我就继续做文章啊 看你什么时候 把你的话道个歉 或是收回去嘛 这个人就是 人性就是这样子嘛 因为你如果诚恳一点 大家就算了 可是你为什么 要去拗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你明明就说错了 大家可以 要不要请那个什么 声音鉴定专家来 来鉴定 你到底是讲 老天有眼 还是老天打脸 来 瑞德哥你怎么办 莫名其妙到几点 因为你常到这个南部 去复选台南高雄 是不是这句话 真的对郭敏东有胸 所以他现在直接讲成说 不是讲打脸啊 不是有眼 反弹非常大 为什么呢 因为那么前面不是有 蔡英文总统 做装甲车 叫他呛车嘛 然后后来又有824 那么副总统 陈建仁去进门 这些确实对民进党 是有伤害的 但是呢 没想到全部加起来 都还不如 老天有眼四个字 老天有眼这四个字 告诉你什么 为什么在中南部 反弹这么大 我就是在阴阻野 我们就在阴水 对吧 水生活都在阴水 你是幸灾乐祸 会给人家这种感觉啊 所以呢 你好像郭敏东的 这个吴敦毅主席的太太 公共官媒 公开浮宣场合共 那个 出来了以后 那么会让人家觉得 你怎么没有 人力己力的同理心 结果没想到 他又改 他又改说没啦 我说其实 我个人建议先去吃银杏 为什么呢 记忆力可能不太好 刚好有录下来 那你有讲就讲 就回一个事例就好了 我说坦白的 台湾人记忆 尤其中南部 回这个事例 算算算 说不定就算了 你知道吗 你还能拗 你拗了 从老天有眼 比老天打脸 我说坦白的 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那人家觉得还是一样嘛 那么事实上 像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不对 其实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不爽啊 我还会报告一件事 高雄也好 台南也好 嘉宜也好 我有一个连友叫黄小虾 躲在种灾区嘉义东石 因为 整理五天东西 全部都弄到乱七八糟 全部都丢那个 弄到那 弃到对不对 已经一把火了 因为淹水毕竟会不高兴嘛 他竟然跟我说 礼拜六礼拜天看台北市淹水 突然间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你知道吗 怎么会这样 因为你们喷口水 你们在天龙国喷口水 喷什么老天油眼老天打脸 有的不可以说一大堆有吗 我们的淹水已经很不爽 很不发心 你要有同理心嘛 不然你们也来救灾 不然你们说我 那时候国民党要做的其实不是讲老天油眼 是应该赶快集中大家捐什么物资或干嘛 来赶快送到这里去 或者是捐钱 那就没有事了 人家会觉得说 你打蚌啊 国民党怀疑是非常的好嘛 还有另外 就好像这支水災里面 看到很多人性的碑裂面 包括 我说坦白 刚好农历 这个鬼月啊 七月嘛 所以你吃葡萄也有可能啊 结果你说中方 我喝喝吗 水喝到这样 好好笑 好可怜 就后来给你半天 金骨是中国的 像这样就一定要伐伴 为什么 错的东西 假的东西 你如果不赶快 其实纠纵或给他们迎头痛击啊 那人家会以为是真的 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件事 我也买人说 我跟一个女明者是 肩膚淫妇狗男女 狗狗的 一个二十万 多后一百万 为什么要来做 钱不重要 钱我可以全部捐出去 我就跟你说 台湾绝对不容许这样子造谣 不容许这样抹黑 不容许这样污蔑 我们都彻彻 都当做没事情 发生对吧 一天两个十个 一百个 几千个就要出去了 到底是老天油眼 还是老天 这个等于说打脸 我不知道 但是正义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有时候要靠我们自己 去整理 去整理就对了 做一个台湾人要有国旗 国旗不是说 我就让你站 让你打 让你闭 让你污蔑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国外会来带你来看的是 那如果说今天 老天油眼 老天打脸 这个怎么讲都不对的时候 国民党的王基民 是要不要协助 把这些分裂选区来统合一下 而不是靠吴敦一了呢 广告回来更多讨论 欢迎回到前提新台湾 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 除了这个朱立伦 吴敦一 马英九 三颗太阳之外 现在是不是有第四颗太阳 王金平要出来呢 因为蓝军需要派 这个王金平来抢救 四个分裂的县市 分别是桃园 嘉义市 台东县 跟澎湖县 我们是知道说 因为吴俊丽 上个礼拜才去见了王金平 所以台东县 我想问一副歌是 王金平会变第四颗太阳 这么厉害 分裂的县市 党主席搞不定的 让王金平出马 没有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太阳 我是很纳闷的 至少 这四颗太阳 有晒死过谁 国民党四颗太阳 早就把大家赛死了 我觉得王金平 王金平 我直接讲一句话 有了蔡丁宇还需要王金平 王金平再怎么整合 蔡丁宇老天有眼 老天打脸 王金平所有努力都被打光了 还有什么好谈的 当然这条消息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因为王金平本身台东 没有错 他跟吴敦毅 在谈到开会的时候 他们谈了各自负责 那黄建廷归吴敦毅去负责 那吴敬毅是归王金平负责 台东是这样没有错 当然你说到他这四个县市协调 其实我觉得不低估王金平的能力 也不要太高估他的能力 词语一点来论 比如说杨丽环立委 杨丽环虽然是立委 很多了解了解杨丽环的人 我们相信谁去跟他讲都没有用 那 那萧淑毅是 萧淑毅 有没有可能 萧淑毅 萧淑毅之前 很早以前 很早以前也都去谈过了 也都没有 也都不对嘛 那他熟的是吴军丽 那 吴军丽现在跟人家说 他找不到他老婆 王金平找得到 王金平找得到 那就神奇了 那 郑青八呢 找不到为什么不报警 找不到为什么不报警 然后你看那个郑青八 郑青八跟王金平在澎湖熟的那一群人 是敌对的 我就不懂说这四个人 当然王金平他有能力去跟说 比如说他澎湖熟悉的说 大家卖命一点 跟吴军丽说你要努力一点 发生这种事 你一定要此全力下去 或是说你到地方去讲这些事情 或许他可以找出这一群人 叫他们努力一点 但是你说他一个人能够把这四个人 全部说到